台积电19号吴玉锦宣布 董事长刘德英明年6月股东会后退休 不再参与下届董事选举 由总裁魏职佳接任董事长 消息震撼业界 刘德英声明表示 过去30年在台积公司贡献起力 对他来说是一趟非凡的旅程 希望能退而不休 以不同的方式回馈我数十年的半导体经验 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 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明天景气我们也说了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成长年 所以大家放心 2018年6月 从创办人张忠谋手中接任董作 张忠谋曾经分析 刘德英思虑周详 代表台积电对外向政府各国沟通 近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 台积电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尤其海外设厂也传出进度延宕 但刘德英一贯以沉稳态度应对 刘德英担任5年董事长期间 敲定多项重大决策 宣布打造台版贝尔实验室 全球研发中心 决定一系列的全球扩厂规划 包含2020年美国亚利萨纳州 设厂投资 在日本雄本设立金元厂 2023年决定以英飞林 恩智浦设立德国厂区 持续维系往全球布局的一个脚步 我相信不会停 只有快跟慢 我认为以台积电的 目前的这整体的状况 即便有这个震痛期 我相信时间也非常的短暂 尽管美中科技战加剧 地缘政治风险增加 台积电营运不断茁壮 股价一路从2018年的229元 攀高至今年12月20号 585元 涨幅达155% 市值自5.93兆 增加到15.17兆 外资全看法也相对正面 然后你看昨天晚上台积电呢 违涨 它相对表现比较弱 但没有感觉差太多 你会觉得台积电都做好各种准备的 假设你看台积电未来的风险比较大 就是在地缘政治 可能市场上联想会比较大 但是说法来讲的话 看起来都还好 刘德英宣布即将卸任 董事长也宣告台积电实行5年的 双手掌共治形态即将结束 未来将由魏哲家接下重任 如何带领台积电再创起击 也成为业界焦点 新台电视网关林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